欢迎来到老吴说 我是老吴 那么这期要说的呢 就是排在金版的第五十一项 筛曰 阴阳河话已正 昆顺而敢 后见尧顺 宋曰 谁与女子上钢墙 昆德居然敢四方 重见中天新气象 补年一六寿而康 金圣探的注解是 此相乃明君得贤后之助 化行国内重见生平又一致也 补年一六或在位七十年 说这一项呢 是有这个盛明的君王 得到贤明的皇后的帮助 在国内呢 教化实行 重新又有了生平的景象 是一个盛世 繁荣的年数呢 为十六年 或者国运七十年 先看称语 阴阳和话已正 阴阳 那么结合下文呢 明显是说男女 而且说的还是国主 因为呢 有昆德 有姚顺 所以金先生注解的呢 明君邪后 是没有错误的 君主和皇后 那么俩夫妻呢 和谐共处 教化整治 天下生平 接着往下看 坤顺而敢 后见姚顺 坤顺 那么出自这个益坤 坤道其顺乎 成天而实行 指的是呢 女子温柔顺 姚顺呢 是传说当中 圣明的君主 在古人眼里 最好的时代 叫做姚顺之士 最好的帝王 那么叫做姚顺之君 那么皇后温柔顺从 令人感慨 那么这就是后世的姚顺时期 可见这个时期呢 明显是一个太平盛世 都能和传说中的这个姚顺时期 相提并论 接着看宋语 谁与女子上刚强 坤德居然敢四方 刚强 刚烈 强劲 谁说女子都宠上 刚烈强劲的性格 皇后的品德也能够让天下人感动 用现代人的说法呢 就是女人都想成为女强人 但没想到出来一位温柔 贤惠的女人 让天下人都感到幸福 接着往下 重建中天新气象 不年一六 寿而康 第一句呢 好理解 又重新出现了 天运正宗的盛世气象 重点呢 是在最后一句 因为这里出现了时间的语言 补年 那么就是统治国家的年数 寿而康 长寿 安康 长久安康的国运 应该是十六年 按照正常的习惯呢 这里的一六 应该是相加 得七 但你后边来了个寿而康 所以十六这个数字呢 感觉还是最天切的 有人解读说呢 那这一项是说中国再次出现了女皇帝 最开始呢 老吴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细品呢 你就会发现问题 里面说了阴阳和 那么还一直在强调昆德 所以呢 不能抛开阳和谦 皇权还是在皇帝的手里 只不过呢 皇上贤明啊 不像过去那样 后宫不得干政 皇上呢 还是非常能够听从皇后的意见 可以说是俩人呢 一正一负 相得一张 另外图画也证明了这一点 亭子里站着一男一女 亭子那么代表着朝廷 一男一女 一皇一后 共同处理朝政 那么这才有了和谐的盛事 好的 这一期老吴说呢 就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